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我的生存故事第八十集 小凉亭,我已经准备好了桌椅和灯笼 另外,我还准备了四个大箱子 那可是我忙活了好多天才收集到的宝贝 你知道我用多了多少钱的合金斧子吗? 嗯,不提了,说多了都是累 你看,我还收集了这么这么这么多的羊毛呢 那现在开始做花园了 在做之前呢,我先买点炸药桶 这个世界的包包蛋真是太变态了 动不动就哪个字吧 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就算了 敢为毛要拿着我陪葬啊 还是埋深一点 这上面一个我可能会填木头 炸药桶买好之后呢 就在这四块每一块确定一个中心点 开始造花园了 嘿嘿,没错 我准备用这些五颜六色的树叶 带起鲜花建一个不一样的花园 如果只是把这些树叶一排一排的放好 那它肯定不好看啊 所以呢,还得给它拼个形状啊什么的 我现在就给它做个简单的符形 自中心点向下空一格 这里的五格呢,就是圆幅的最高点 填上木头和星光包子 然后让这个符形慢慢的向下 做成这样就可以填树叶了 先填果木树叶 填两排吧 绿色多一点好看一些 然后第三排填白羊木树叶 当然得先把这里下填上白羊木 要不然树叶会消失的 第四排松魔树叶 最后填桃花树叶 做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以这个中心点为准 接下来在这边呢,也做个一模一样的 两边要对称哦 另外的三个花坛也一样 来,我再给大家变个魔术 怎么样,好看吗 不好看,有点想失望,对不对 没关系,这不还没做完嘛 做完就好看了 那接下来,把这些空白的地方 全部填上主意 填在这底下放一些竹子 全部填好之后 发现这两边大片的绿色 有点单调啊 要不在这里填点别的颜色啊 紫色的珍木就很好看啊 嗯,果然好看 这边我还得装几个灯才行 说到这事我就郁闷 这里下我可是买了不少的星光包子 可是它被树叶遮住 一点光都吐不出来 我的星光包子呀 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 这一头也填上这末树叶 这就是全部做好后的样子了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吗 现在去坐正面前面 照亮塞埋扎药桶 然后花的造型呢 要不一样 你看,我真的做了朵花 嗯,不对 我在这前面一共做了八朵花 然后又在台阶下来弄两边 放了十多棵圣材树 两朵花之间也放上圣材树 这样够亮了吧 然后其他的地方照样放上卓叶 最喜欢卓叶这种脆泥的颜色了 最后弄两边用果木树叶 拦一下就好了 站在上面看一下吧 怎么样 还有点小清新呢 对吧 诶 这个盘龙柱感觉跟花园不怎么配呀 如果把四根柱子改成不同的颜色 会不会好看一些呢 试试吧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好看一点 我自认为还是挺好看的 嘿嘿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开始铺地毡了 三个宫殿都得铺 逐电的走路上也要铺 诶 这里亮度不够 还得装点灯 这又是一个大工程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评论收藏加点赞哦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